哈囉哈囉我是虛擾貝盧洛洛 崩壞3 7.6版本在7月25號正式更新啦 隨著7.5版本的主線劇情結束 第二部的主線至此可以說是迎來了第一波高光時刻 同時在7.6的劇情章節中又有全新的反轉 雖然第二部起初的幾個版本 劇情很多名詞或謎語 需要花些時間理解和笑話 不過在7.5到7.6版本的劇情揭開謎題的情況下 終於是開始理解第二部在賣什麼藥啦 若是中間有斷層或是跑去玩米家其他遊戲的肉們 洛洛也會在稍後影片 也會為你帶來相關的第二部劇情提要 同時7.6版本也是咱們松鶴奶奶 迎來脫胎換骨的登場 成為了可以操控的S級角色進入到這次的卡池中 因此喜歡松鶴奶奶的更是不要錯過 就算是新玩家也可以把握這次的卡池 並且準備迎接後面真正的第二部劇情開端 那如果是完全的崩壞三謀星 不知道剛入坑該如何遊玩或是該有什麼基本概念 也可以參考羅羅先前製作過的新手疑難大哉問 這樣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入坑崩壞賽囉 下午的內容可能會對於還沒有看過 7.5或是7.6間章的玩家有些劇透 但主要只是提點一些重點概念 不過若是比較在意的話 也可以先往後面的片段 查看活動和先定角色介紹 崩壞三是一個已經花了6年 結束第一部劇情的老遊戲 並且又選擇直接在原本的APP裡面 重新裝了一個新的第二部在其中 同時又帶入了全新的主角團 和全新的世界觀 那假如以同樣的邏輯要再帶入第二部的劇情中 要重新鋪成一個全新的大架構 你覺得這樣的故事劇情又應該花幾個版本來鋪成呢? 來到7.6版本後 這個問題終於得到答案 雖然第二部來到火星之後 我們接觸到非常多的新名詞 像是新的區域 歐夏、狼秋、遇到末日之矛 與類似崩壞能的影災 以及在火星上我們會遇到的七數 更甚至是還要帶入全新的戰鬥機制、星之環等等 太多太多的名詞 讓你像是在看什麼推理小說 但從7.3到千里六版本的這些故事 原來只能說是崩壞3第二部的續章而已啊 這花了將近半年的鋪陳 就是為了要讓我們了解現在的故事觀輪廓 在火星穿梭 試圖幫助主角團們解決狼秋發生的危機 中間還看到七數中的六數的死亡畫面 還以為又要發糖了 直到最後找出真正的內鬼 和決意進行第二部有史以來超華麗的BOSS戰 在屏風裡面穿梭戰鬥到終於打敗最終大魔王 松雀奶奶已獲得了全新的成長 完美的Happy Ending 真棒 但看似告一段落的我們也就是尋夢者 沒想到在尖章劇情結束後 又有反轉反轉再反轉 我們竟然身處月球 並且被身旁的薇菈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是電子生命 原來之前在火星發生的所有事情 只是多次系統運算中的其中一場輪迴 原來我們抽到的角色 辛娜迪亞、燈、瑟利姆、松雀 都只是數據裡面的虛擬角色 唯獨存在的事實是 在這次輪迴中 我們成功消滅引栽 讓松雀能夠成功活下的結局 原來我還在皮諾康尼做夢啊 並且我們的運作 也受到了第一部老玩家們的監視 也代表著後面劇情 又可以和第一部的角色們產生連結 至此原本可能會有的第二部割裂感 到七底倫版本後 又重新與第一部連結上 這個尖章 讓前面版本的故事完全大改變 可以說是一次相當大膽的劇情嘗試 也因此是非常推薦劇情檔的玩家們 務必要趁現在好好補上的內容 對應到最開始的崩壞3第二部PV 寻寶者和一個看似 比目前劇情成熟不少的 辛娜迪亞跳舞片段的伏筆 不僅也開始與七底倫版本的劇情 開始有了連結 同時IP策劃也曾表示過 辛娜迪亞將會和我們在 遊歷諸多世界炮的同時 扮演核心且極為重要的角色 再回到七底倫版本的劇情 我們結束了歐夏和狼秋 這樣的一個世界炮演算 而PV中辛之環共有12個公位 對應主線辛娜迪亞和Kiana接觸時 從未結之簡那裡曾了解到的12個公位名稱 在目前的主線篇章我們所處的《卯翼》 或許也代表著 目前我們已透過其中的一個12公位權能 守護了歐夏和狼秋這個世界炮 若是半年一個世界炮 那這樣的故事強度還真的是非常漫長 而隨著後面不同的輪迴 我們也會和更多的老角色重逢 展開全新的冒險 擴大第一部原本的世界觀 和更大的主角群 所以第二部的劇情鋪成了半年 從現在才要正式開始 再來就是相關的7.5版本更新內容 首先就是有免費可以獲得 週末協理0017新服裝 只要在7月29號新開放的活動 天命工作指南完成解密 加回合制戰棋玩法的內容來獲得代幣 就可以到活動商店直接兌換 而且在活動劇情中 還可以看到超多第一部的老朋友 甚至有Lag男人的出現 還有德莉莎的全新造型 感覺也是在為了7.7版本做鋪墊了 另外一套全新服裝 則是大格雷修的吉凶化盜 剛好這次有抽松卻奶奶的話 就可以搭配購物節來到商店兌換出來囉 除了遊戲內活動 遊戲外崩壞3有相當多聯名合作 可以說是相當活躍 像是新出的夏令迴響動畫品質超讚 很多主角團的泳裝造型可以揚眼一下 以及近期極爆的曼駁會 米家全項目出動 裡面也有崩壞3的登場 KeraBase餐廳 也有和崩壞3的聯名餐點和限定周邊 和雷蛇也有推出眉筆物色的獨家手把和限定周邊 有興趣的也可以注意預購消息 以及松卻奶奶的Y40聯名即可 也是可以到亥特的官網預定 接下來就是7.6版本的重點卡池內容 全新的S級角色松卻的登場 這裡洛洛也帶來這位角色的相關定位和技能特性解析 蠻天樂游術影以下簡稱松卻 設定上也有少數玩家會稱神松卻 松卻屬於星辰屬性物傷類型的輸出 也是具備星影邪型特性的物理和元素輔助角色 星之環分也是命運之輪 星之環特性是星影邪型以及問號 問號的部分應該是後續版本還會有其他的角色來配合 因此就算這個版本才入坑的新玩家 也可以跟著後續版本來補上其他能搭配的角色 松卻的武器是全新的武器機關杖 戰鬥會根據星之環爆發的開啟 切換七夜靈相或冠金神光型態 直接有種人有衣裝佛有金裝的感覺 也是相當特別的雙型態的角色 變強的同時穿得更少 搭配星之環發動變身的動畫 還有捷影拖絲襪給你看 雖然先前的星之環角色 有時會遇到星之環爆發期間傷害溢出的問題 但松卻的可主動關閉星之環爆發的機制 解決了這個問題 並且在面對星塵屬性的敵人時 也比起新納迪亞更容易去應付 不過松卻和天原奇影 終焉之律者一樣都很需要專武的搭配 同時在隊友方面的選擇 也是攻略星塵Boss時需要注意的重點 作為星塵屬性物傷的主C 自然是面對星塵屬性敵人的首要選擇 松卻的武器主動和星之環爆發的普攻B3下 都有與西納迪亞同樣的吸收星塵殘河的機制 但卻有西納迪亞沒有的 引爆星塵屬性敵人的臨界指數機制 需由松卻的分支攻擊來觸發 每條血可以觸發一次 所以遇到多條血量的敵人時也能觸發兩到三次 攻略星塵屬性Boss來說會比西納迪亞快上不少 在七夜靈相形態時 松卻的角色操作介面下方可以觀察到 引臺與分支的兩種動能槽 效線為3點 如果裝備專武會提高為6點 引臺需要依靠普攻、閃避、跳躍攻擊、QTE獲得或生成 並且引臺還有距離敵人的作用能協助松卻進攻 有3點以上引臺時可以施放武器技能 回收全部引臺攻擊同時補充分支動能 回收1點引臺會獲得10分支動能 達到60分支動能就可以長安普攻來施放分支攻擊 另外如果再沒有啟動星之環 也就是隊長施放非星之環角色的傳統隊伍中 但20分支動能就可以釋放分支攻擊了 前面有提到需要裝備專武才會有6點引臺上限 而分支攻擊又要60分支動能才能夠釋放 所以在實戰中會因為有無專武讓手法有些差異 這裡的畫面也附上手法參考 松卻的QTE會直接獲得和生成一點引臺 同時會銜接普攻第二下 實戰中大多會以QTE來騎手 星之環爆發開啟 松卻會引於屏風後改換新裝 切換成冠精神光形態 這時引臺會變為奇絲 普攻可以補充奇絲 使用武器主動技會消耗奇絲來攻擊 同時補充分支動能 有專武的話武器技能會轉為特殊攻擊 只要按一次武器主動技 就會一次消耗所有奇絲 釋放強力的武器主動技 並補滿分支動能 消耗一點奇絲會獲得10分支動能 達到60分支動能 就可以長安普攻來釋放分支攻擊 在星之環爆發期間 切換會將場下角色化為影視助戰 並直接補滿奇絲 期間普攻和武器技將生成影視 並造成額外傷害 松卻的必殺技沒有能量要求 使用之後會直接消耗全部能量 每消耗一點能量會有8.5%額外打擊 最多計算1166% 所以盡量在能量夠多的情況下 再使用必殺技 星之環爆發期間的必殺技 可以提前關閉星之環 並返還星之環能級 可以自己設定開關 這裡也是松卻和其他星之環角色不同的地方 因為可以提前關閉星之環的關係 讓流程靈活了不少 另外星之環爆發期間 釋放二次或三次分支的話 會給分支額外傷害和必殺技全傷加成 要打大爆發的話 推薦釋放多次分支攻擊 再使用必殺技關閉星之環 松卻當隊長時會組成命運之輪分野隊伍 需要找有新隱邪型特性的隊友 以下稱為影視隊 這時隊友會從辛納迪亞、瑟麗、燈 和克拉麗當中選擇兩位來組成 前三者中選兩位來組成的傷害差距都很小 主要看是否需要全隊破盾加成和凍結積蓄 有無打次數盾敵人 都要有的話 那瑟麗麗和燈是目前的最優選 同時隊伍中有兩個消耗星環 及減7人CD的被動 流程靈活度也是最高的 克拉麗就是前三者 只有一隻時的下位替代選擇 如果要組成傳統的非新之環隊伍 隊友可以選擇 死生之律者和普羅米修斯 松卻的輸出有很大一部分的佔比 是在新之環爆發期間 有缺角色的時候才會比較推薦這樣組 松卻因為也有新隱邪型特性 所以也可以放在瑟麗姆或燈 當隊長時的冰火影視隊 這時隊友會從 希納迪亞、瑟麗、燈、松卻和克拉麗當中 選擇兩位來組成 瑟麗姆當隊長的冰影視隊 隊友選擇松卻加希納迪亞或燈 加希納迪亞時 傷害會因為流程差距而互有勝負 這是因為松卻在場上待越長 傷害就會越贏 依照遇到的敵人去做隊友的替換就好 如果需要測速盾選擇帶燈 若有物理抗性 需要破物理盾的小怪或BOSS 就帶松卻 燈當隊長的冰影視隊 隊友帶瑟麗加希納迪亞 一樣是傷害最高的 有物理抗性或需要破物理盾的小怪或BOSS 才會考慮帶松卻 這裡主要掩飾松卻當隊長時的物傷主C流程 星之環和非星之環的隊伍 會分開成有開星之環爆發 和沒開星之環爆發的流程 皆是有專武的情況 這裡補充一下 用跳躍攻擊以及影台的速度 會比普攻快不少 屬於是比較進階的按法 推薦熟悉一點再使用 另外瑟麗姆妖技得關QTE 不然會卡七人C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是傳統隊的輸出流程 若是沒啟動新之環的話 分支只需要20分之動就可以釋放 所以松翠這裡會連打三次分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松翠的武器類型是新的機關杖 首選就是專屬武器 石像輔佐 緩轉天擊 武器能強化角色自身的出速能力 提供物傷、全傷、爆傷、隊友全傷、全隊QTE全傷 全隊物傷、元素傷、獨立全傷一傷和獨立物傷一傷 但除了單純數值提升外 專武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會讓影台和奇思的上限變為六格 冠金神光形態有七人駐戰的影中輪武BUFF時普攻會額外回復一點奇思 這兩點是專武和其他武器最有差距的地方 沒有專武的松卻會難玩不少 和替雲晴、中焉之律者的情況類似 消費替代目前只有鍛造武器無史之才 但根據上述提到的不只傷害有差距 機制差距使得流程也會有大不同 基本上會輸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最好還是有個專武比較好 聖痕使用專屬聖痕葉之所見即可 通過鍛造、補給、自選傷來取得 聖痕效果主要依靠松卻的分支或QT或進入新傳爆發來觸發 加成全面外也給了暴擊與暴傷 隊友部分大多需要命運之輪分野啟動才會有增傷 三件套部分給予誤傷角色需要的脆弱 但可惜數值只有55% S0加1的松卻就很好用了 那如果想在網上抽取補充更好的戰鬥體驗 RICE的階段時可以解鎖硬勢之名 額外的時空斷裂效果在技術戰場中會有幫助 有預算的話直辨階級在於3S 解鎖掛靈妙傳術通玄 有必殺技和全隊QTE增傷 必殺技會根據消耗的能量回復新之環能級 降低新之環爆發下的必殺冷卻時間這些效果 讓4S松卻和低階級松卻有不小的區別 其中者和人偶的部分 玩松卻的物理影視隊的話推薦瑟拉佩姆 有減少新之環爆發冷卻和爆傷轉爆級 就可以讓松卻擺爆以及物傷被動等亮點 S階級對松卻就有不錯的提升 與系統者松卻一樣完全體在2S 3S的話則是有需要又有資本的話可以補 能進一步提高傷害 下位的系統者目前交的選擇是重裝小兔或尋夢者 系統者松卻因為沒有物傷的相關被動 所以不如重裝小兔好 只有新之環能級部分佔優 但需要2S系統者松卻且也需要帶上新納迪亞 冰魂影視隊如果沒有2S松卻的話 可以抽一隻S瑟拉佩姆回來 同樣階級的情況下都是瑟拉佩姆會優於松卻 至於介於共鳴特性的共鳴隊 就繼續使用系統者松卻就好 以上就是本次《系統者松卻》版本的活動內容懶人包 以及相關的卡池內容 大家對於這次的劇情評價怎麼樣呢? 歡迎在留言分享 讓我們一起見證更多不同的美好吧 絕對影片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RO的頻道內容也可以點擊交流鈴 來投放會員 或是點擊小鈴感謝 再用微信檢查 最終喜歡這支影片可以點擊喜歡給RODO個鼓勵 歡迎收看小鈴鐺跟新影片 我是雪露露露露露 我們下次見囉 好 ��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